今天好想要 天天都想要 要吃喝玩樂 要八卦內幕 要社會新聞 要解決問題 刘君耀下午2點 非要不可 好 歡迎來到酒吧新聞談 你的收集不是非要不可 上來Facebook 刘君耀 秀耀耀 禮拜四要進全世界 在我們這次是智富月刊的總編輯 朱記忠 朱總 朱總你好 耀耀耀耀 各位聽眾大家好 這個 有沒有被 竊聽啊 竊聽 我們有沒有被監聽 我們實在老實說不知道 如果我們說沒有那就很沒面子 很多政治人物 很多政治人物都把說 奇怪 我的手機怪怪的 我一定被監聽了 他說沒有被監聽 好像覺得他不是個咖 對 有可能 是啊 在台北四個咖就要被監聽 對 是嗎 不管歷史人 臭咖還是大咖小咖 都會 沒有啦 真的是開玩笑 但是呢 這個禮拜你可以看到 台灣走進了一個政治風暴裡面 而且看起來一個禮拜不會落幕 絕對不會 絕對不會 一個禮拜如果落幕的話表示馬鑫九太強 王靖平太弱 可是這個風暴好像對股市也沒什麼太大的影響 因為結果他們兩個都不是股市的作手 沒有 只有生技股大跌啊 為什麼 應該要大漲才對 因為很多人心臟病會發作啊 對不對 應該生技股要大漲才對 問題上幾個人生心臟病救不了整個產業啊 因為現在整個生技股過去大概我們應該講大概三年以來 最受政府青睞或者是最受政府的支持的來源 這個權力的來源 對 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立法院長王金平先生的支持 哦 有是 對 他有這個所謂的這個要推動很多生技的法案 哦 獲得他大力支持 Reality 那現在大家就很擔心啊 那個最支持生技產業的王院長 如果那個就是一旦權力沒了 對 對不對 那這個 在拔掉 整個產業會不會 啊 會受到影響 就是政治鬥爭 如果 我覺得如果政治鬥爭鬥到這個程度 對 把生技產業也鬥垮了 對 那就是台灣支持 哦 不是 那才是所謂馬總統所說的民主法治支持 對不對 因為如果你今天是兩個人 我看你不順眼 你看我不順眼 然後我們鬥 從這個監聽鬥到官說 然後最後鬥到 連說你支持的生技產業我會把你鬥垮 那就太扯了 沒有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如果今天啊 被鬥垮的生技產業 那個絕對是 如果是王金平一手在後面撐的 比方說 嗯 我們一個長照條例 對 那個你知道 有多少個民進黨的 或者是國民黨的 他們這些委員已經在吃這一塊了 嗯 他們去中南部收購一些小型的一些診所啦 醫院啦 什麼什麼 準備未來要去賺長照這一塊的錢 嗯 那這中間呢 有很大的利益 這個 這塊利益 非常非常的大 嗯 那又是必案 必案啊 那特徵組又要出動 是 當然要 又要監聽啊 對 哦 那他如果說是因為這樣子的這種官商勾結所支持的產業 我我我絕對不支持 那當然 但是如果說是國家正常在那個的 你做因為這個政爭而把一個產業打垮 那我覺得絕對是跳出來反對 嗯 所以我我覺得應該兩個層面 他如果是被 是官商勾結的結構成分在裡面的 那應該 如果只是利益輸送 對對對 那應該垮掉 對 齁 那個也沒有國際競爭力 是啊 那應該要把那個 但是呢 真正的在做 生技產業的那個產業 對 很務實的 嗯 在研發的 在幹嘛的 那這一定要去好好的照顧他 不能拉狂 是 哦 對不對 對 但是 是只有台灣這樣 可是 歐美的生技產業 這個禮拜來講 是不錯的啊 我是不清楚啦 因為 我很清楚 我沒有投資 我很清楚啊 哦 黃金在跌 生技在漲 但是呢 美國 日本 日本漲得更兇 哦 日本 因為生澳成功 我的天啊 對不對 這個禮拜 我覺得對日本人 跟對台灣人來講 真的是 一個在天 一個在地獄 哈哈 一個在天黨 一個在地獄 很多人想到就覺得 就是只有炭氣的份 所以 現在好 那當然啊 你財神也來到我們這邊 當然就是波灣後康耶 嗯 對不對 那 台灣 政治風暴 我們就不要講了 因為你如果在台灣 他在投資的話呢 你如果要 沒有辦法站到國際上面去看 我覺得你有 你的風險太大 因為台灣的這個系統呢 我覺得不穩 嗯 但是呢 整個國際上面呢 感覺上是還不錯的 嗯 像日本的這個系統 就已經 嗯 這兩 慢慢走出陰霾 對對對 給我們分析一下吧 好 那我想 日本生澳成功 這個所有的分析 大家都一 一路的看好 對 一面倒的看好 認為說 未來七年 啊 這個日本的經濟 可以因為生澳的成功 帶動 帶注入一股活水 那當然這個 是不是能夠讓他的經濟 完全走出過去的這種 沉痛的包袱啦 或者是 過去那二三十年來 那個空頭市場的陰影 對 現在還 還有一些變數存在 譬如說 馬上要來 他們要 開增這個消費稅 要把這個消費稅提高 這件事情 是 這個在日本算是一個很大的風暴 那他們很擔心說 經濟好不容易 才冒出一點幼苗 你如果這時候開增消費稅 會把消費稅拉高 會不會把經濟又打垮下去 可是現在因為 這個生澳成功 所以 大家對於政府的這種信任度 會越來越強 好 那所以 而且這個內需的經濟 還有這個國民信心的提振 這個是有絕對效果 所以 你看到的是 這個生澳成功 我覺得可以有 大概兩個層面來看 第一個是 日本人的做事的方法 有沒有做調整 那我覺得這個 你看得到在生澳的一些過程裡面 他們做的一些動作 他們確實有改變 那包括他們這次用的一些 遊說的方法 或者是他們展現出來的一些企圖心 那我覺得是讓人家看到 日本新的一面 他過去我們對於日本都是那種比較保守 然後固守傳統 然後不會改變的一個刻板印象 對 可是在這一次生澳的過程裡面 他們做了一個大幅度的改變 這個我們等一下來分析 那第二個就是說 生澳成功 他對於日本經濟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那我覺得過去的 過去的日本 他是強調出口的一個國家 他出口是他絕對 佔他GDP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是日本相對來講 他也是一個進口大國 他也是一個內需市場大國 那日本過去二三十年來 空投市場很大一部分 是因為他內需不振 那可是你看到的是 生澳這個成功 他會帶來內需的一股活力 好那這個活力 我覺得才是支持日本的經濟 往前走的一個很重要的動力 這個活力會在哪些的產業上面表現出來 呃 他有很多方面 我們先舉1964年 就是56年前的 日本的那一次辦理奧運 那那個是日本的第一次辦理奧運 那那個時候在東京的時候 他們事實上在1964年之前的十年 日本的經濟是飛速的成長 那那個時間點 日本他們拜了有幾個產品的 這個大量的一個生產 一個叫電視機 一個叫電冰箱 一個叫洗衣機 所以那一個年代就是 他們號稱這個叫日本的三大神器 神器就是神用的這種器皿 為什麼 因為幾乎每一個家庭全部都要必備這樣的產品 所以那黑白那還是黑白電視的時代 所以他們在那個十年裡面 他們大量的投入研發製造這樣的商品以後 他們讓整個經濟產生了一個大幅的成長 那同時在這個成長的過程裡面 1964年他們同時做了 也是他們整個國家現代化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礎 他們等於走出了二次大戰的陰霾 因為在那個等於是1945年 他們戰敗 那到1964年大概大概19年的時間裡面 他們走出了戰爭的陰霾 那等於正式向世界宣告說 日本已經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家 那所以他們可以深澳成功 所以那在那個過程裡面 他們做了基礎建設一個大幅的翻轉 新幹線是在1964年 然後它的這個通車 然後它的全國的高速公路 也是在那個階段接近全部完工 然後東京的地鐵單軌 單軌的地鐵也在那個時候建築完成 所以它在那個階段裡面 他們大幅的更新了都市的面貌 你去想像一個有高速鐵路 就是它等於是從市區裡面 市區裡面的這個單軌的電車 到這個跨城市的高速公路 跟高速鐵路全部都完工 那這個鐵路網交通網 它帶動整個日本內需的經濟的起飛 但是影響到它後來到60年代70年代 它變成日本變成全世界的一個大強國 一個超級強國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基石 一個基礎 可是為什麼台灣高速鐵路也開了 捷運也通了 那我們好像也沒有變成全世界的那個 我們有深澳嗎 我們有辦奧運的能力嗎 我覺得我們好可憐喔 我們也有高速鐵路啊 我們也可以台灣一日遊啊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在經濟上面 好像變得那麼強耶 沒有 歷史上我們完成高速鐵路 不是完成高速公路的那一剎那 事實上台灣經濟的起飛的一個年代 這個是沒有錯的 那確實沒有錯 因為我們看整個高速公路的建設 事實上代表著這個國家的一個現代化的程度 美國是這樣 中國大陸也是這樣 日本也是這樣 台灣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高速公路這個絕對是一個重要指標 可是台灣的高速公路發展到現在已經變蚊子公路了 因為有很多的我們所謂的快速道路 已經變成只是在消化預算 這個就是後話了 這個就是 但是第一條高速公路的產生 通常都代表這個國家的一個現代化 好那這是1964年的日本的奧運 然後那時候產業的變化 對那在四年之後大概1958年的時候 對 日本的經濟正式超越西德 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所以這一段歷史 就馬上讓大家去想到說 欸 奧運這件事情 如果2020年 又是這樣子 如果他們在這個56年之後 他們又辦一次奧運 對不對 這個隔了半四季之後 再重新再做一次奧運的時候 是不是也會對日本帶來一個結構性的轉變 等大人 不是啊 又等一次大人 對 這個叫煩老還童 等大人 所以說我剛剛講到產業啊 那這次的產業的變化 一定跟上一次1964年代是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看到現在 日本第一個最近被喊出來就是它的房地產 房地產 好 現在已經有人喊說 東京的房地產要漲五成 房價要漲五成 那所以 恭喜 過去這一兩年 有去日本 自產的人 對 很多人 這個 因為台灣政府的打壓 比如說因為奢侈稅啊等等的原因 那所以大家都開始 這兩 大概兩三年的過程裡面 很多人都覺得說 哇 那台灣房地產不要再買 因為第一個相對來講 台灣經濟好像也不是 就是這麼有企圖心 或者是說看起來有非常非常蓬勃 那可是房價又漲得那麼快 然後 那這個 租金報酬率這麼低 所以那很多人就開始興起 往日本啊 或者馬來西亞 或者 甚至到澳洲去買房子 甚至連這個 英國 英國的很多學生宿舍 也都來台灣找金主 那美國的什麼賣場啊 Costco這些 也來台灣找金主 找房東 那很多人 那有一群人 他們就去東京投資房地產 那恭喜他們 那我另外請教你 沒有到東京去買房地產的人 有沒有辦法透過這個商品的 比方說 基金或者是什麼 可以去參與到他們的房地產的這一塊 當然有啊 一個是事實上你投資日本的基金 日本的基金裡面你就去找 他投資地產股比較多的 這是一種 另外一個就是日本的REITs 這個REITs呢是什麼 就是這個不動產指數信託基金 不動產信託基金 那這些REITs呢 在他可能不是單純的日本的REITs 那你如果要投資日本的REITs 一種方法就是 你透過券商做這個付買賣的委託 那透過券商直接下單去日本股市裡面 買日本掛牌上市交易的REITs 這是一種方法 那這個日本的REITs 他譬如說六本木的很多商業大樓 他們就包裝起來變成一個REITs的基金 然後他有刮牌交易 那像類似這樣的基金 他的這個可能接下來 他都可能會有一個大漲的行情 所以你會不會比較建議說 你如果想要去投資房地產 因為真的要去買食物的房地產 你得到東京去要挑要幹嘛的 對現在都相對都是有辦法可以做了 過去可能都還比較困難 可是像現在譬如說我們有一些仲介業者 有台灣至少就我所知道 至少有大概三五家業者 都已經專門做日本的東京的房地產 只是你如果今天都等一下我們可以再談 因為做日本的房地產 其實他有一些法規上的東西你必須了解 那以我們的了解的話 其實這個稅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這個對大家會是一個障礙 那尤其可能很多人會覺得說 哇去海外投資不動產 這一定要花很多錢吧 那根據這個Smart支付月刊 在我們在已經出刊的這一期 就有一個報導 就是在講這個嗎 200萬代表 就可以買房 就買小套房 這買的地點在哪裡 東京都銀座 唉唷真的喔 五坪大而已 五坪大 一坪四十萬 可是呢 他的租金報酬率可以到8% 唉唷 那如果相對用基金的操作的話 你會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我講這個是用實體投資 直接進去日本買房子 這是一種做法 那相對來講 這個可能對很多人講說太麻煩 那再來你就可以透過基金去投資 那基金投資就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去日本下單 買他的REIT 那這個你會直接買到日本 比如說你看好東京六本木 你就買他的REIT 那這樣的話你就很明確 可是也有人覺得說 這樣要去日本下單 透過券商 你要這個券商要開海外戶頭啊什麼的 你也覺得很麻煩 那再不然就是有台灣的這個銀行 你也找得到有賣亞太區的REIT 那亞太的REIT裡面 他就有很大一部分是放在日本 那你就挑一個日本比例重的 那你去投資他 那亞太REIT 那當然亞太REIT 你要稍微挑選一下 這個要仔細挑選 為什麼 因為亞太REIT裡面有很多 他是可能是買了香港的 或者是買了東南亞的 新加坡啦 或什麼的 對 或者他有可能買到印度啦 或者中國啦 那因為這個香港 中國現在都在打房嘛 那他可能這一個有回檔 所以你要這個比例要少的 那日本 以日本多的為主 那你如果可以這樣挑到的話 那這樣的基金的話 你一樣就是三千塊你就可以投資 那這個我想對一般的民眾來講 你就可以去挑選 那再來一個 在退而求其次 你不要買這個REIT的話 你就去挑日本基金 日本基金裡面你就去挑股票裡面 欸 他的持股比裡面 在內需比重大的 那有內需比重高強的 然後他甚至投資不動產 或者金融業多的 對 那這個你可能也可以挑 那他就會受惠 整個房地產上揚的一個效應 OK 那這是房地產的部分 那日本呢 如果再起來的時候呢 還有哪些產業呢 會是 除了房地產之外 還有哪些產業 是值得你去關注的呢 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我們朱吉宗來跟你分析 好了 九百新聞台 我六六六號 瘦耀耀耀耀 耀進全世界 咱們下是朱吉宗 朱總 朱總你好 你好 這一次耀進全世界咱們呢 朱總帶我們去日本 日本深澳成功啊 2020年啊 7年之後呢 他們呢 又是 應該不用說到7年後 現在就一百多年啊 可以從這幾天的那個股市 日本股市的表現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那 我也很好奇 日本股市我們先回顧一下 日本股市今年以來 它最高衝到一萬五千多 對 最低跌到一萬兩千多 對 它幾乎是跌到快跌到25% 跌了22% 是 那所以跌幅超過兩成以上 大家就認為 哇空頭 對 所以五月那時候 很多人講說 日本空頭啊 完了完了完了 騎蝦孩啊 這個就再見 一媽死了 就沒想到 跌到一萬兩千多 最近已經談到一萬四了 對 談到一萬四的時候呢 事實上已經反彈等於 反彈15% 對 上來 大家就在想說 那這一個是完真的 所以你看到 這邊就是給大家再做一個分析 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從五月到現在 我們一路我們認為就是說 你應該回過頭來還是要看好日本的市場 為什麼 因為整個在QE要退場的這個過程裡面 會把錢抽走的國家 你看最近股市都疲累了 會收到美國跟美國聯動牆的國家都疲累了 可是呢 那些繼續把錢灌進來的國家 股市都大漲 對 歐洲是這樣 日本是這樣 英國都是這樣 那所以在這個狀況之下 日本他看起來他維持低利率這樣的一個環境 是沒有變的 而且他的整個這個安倍 這個他的一個政策 他不斷的推動的過程裡面 你看到 他這裡面雖然他也有一些軍國主義 他也有一些政治鬥爭 可是你看到的是他對於經濟 是有一些辦法 共識 他有拿出一套辦法 有一套策略在走的 好那這個走的這個過程裡面 雖然有雜音 可是他是一步步的往前走 那所以你可以 可以觀察 所以你可以觀察說 他有沒有做成 如果這一次深奧不成 那當然 這個對他來講就是一個挫敗 可是你看他不斷的去挑戰 一個目標 接著一個目標 那所以我們剛才上一段節目 我們提到消費稅 那是他下一個階段 他要挑戰的目標 那他同樣也是 跟我們之前分析的 他7月先在國會贏得大選 接下來他這個 你看9月他深奧成功 接下來可能到年底之前 他就可能會去提消費稅 那一旦他的消費稅這個過關了以後 他會形成一個什麼樣一個正向循環 過去大家全世界很多人 在日本股市或者在日幣走牆的 這個走扁的這個時候 他們就開始在放空日本 為什麼他們看空日本呢 是因為日本有龐大的債務 日本的國債是非常非常龐大的 他是全世界如果用GDP去算債務比例的話 他是最高的國家 可是他有一個好處是 這個日本的債務都是在他國內 他沒有外人持有 好 那很多人就擔心說 哇你日本的債務這樣不斷的膨脹 你的政府怎麼受得了 你如果這樣又讓匯率貶值 對 貶下去的話 然後繼續維持這樣的低利率 你這樣的一個政策 你這個經濟根本不可能走長久 如果你的經濟拉不起來的話 這個國債的問題遲早會讓你垮掉 那可是你看喔 如果他今天能夠加稅 他能夠加稅代表什麼 就日本的財政支出 會做調整 那大家原來擔心就是說 你根本收不到稅嘛 因為日本人又不消費 內需不振嘛 內需不振 可是你看到他現在先讓股市起來 然後先讓大家的信心恢復 接下來生澳又成功 如果他又能夠徵稅的時候 他的整個財政的結構就開始做調整 一旦他財政結構開始調整的時候 大家對於他這個日本的債務問題 就不會那麼嚴重 大家對於日本公債 不然的話日本公債 只要利率一反彈上來 哇那大家 就像我們之前有跟大家分析 只要這個公債殖利率一彈升的時候 股市這些風險性資產 馬上就跑光光了 好那所以你看到的是 如果接下來 如果他的消費稅的這個議題 他又能夠突破成功的話 那事實上對安倍來講 他覺得又跨了一個障礙 那這樣講的話 下一個產業 你剛剛講的房地產 那下一個產業 是不是內需消費的 也會受到這樣的刺激 沒有錯 大家現在看到的 第一個在深澳的過程 就是大概八月到九月這一段過程 事實上 他們也有所謂的奧運概念股已經漲翻了 好那什麼是奧運概念股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 在台灣有一個品牌的運動鞋 這個跑鞋 是所有的慢跑者最愛的 慢跑第一名的品牌 叫美金農 米茲諾 米茲諾 米茲諾的股價漲了兩成多 是多久時間漲兩成多 就是這一兩個月 就漲了兩成多 為什麼 因為他等於是日本的一個運動品牌的一個象徵 一個代表 對 好那所以類似這樣的一個 他們日本品牌 重點的一些品牌 尤其跟運動項目有關的 那這個可能在這個深奧成功之後 他還可以維持一段的活絡 而且他接下來他可能會受到各方面的消息的利多 對 那可能未來他長線可能也會幹好 那還有一個就是觀光 因為現在看得出來他們已經預估 未來如果這個奧運可以帶來至少850萬人的這個觀光效益 這個850萬人要增加850萬人 那850萬人是什麼概念 是去年一整年日本的觀光客進來 所以他等於是說他一整年他等於要翻一倍的觀光人潮進來 那所以觀光可以帶來什麼就是又跟台灣一樣 所以你的飯店要去增加你的航空要增加你的交通要增加 周邊的一條龍 就是整個周邊的效應就會帶動 那這個帶動當然對於日本的相對的他們甚至還看好他們的文創 譬如說日劇 很多的漫畫 這些文創的產品也會跟著就起來 那所以你 宮崎駿會不會又付出 應該不會吧 本來說退休了 因為深奧成功我要出來跟大家 這樣有損於大家對他的 不能 宮崎駿 Part 2 這樣可以嗎 他會講說這是我徒弟 你們好好找找 對對對 那所以類似這樣的消費的概念的 產業都會內需的產業都會上 甚至包括他的百貨公司 一定的 這些一定都會起來 欣欣向榮 那回到頭來的話 那就是金融產業就會看好 因為這些產業都起來的話 你看你如果有房貸 你是不是要跟銀行借錢 你如果今天要消費 你是不是會信用卡刷卡 那所有這些連貸最終回到那個源頭 就是金融產業 金融產業就會上來 那所以在 那金融產業上來對日本是一個很不得了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些公司他們的庫存裡面有一大堆的土地 有一大堆的不良資產 這些不良資產一旦活了 哇 他這些他的資產負債表就完全長相不一樣 而且絕對要活 因為什麼 你辦一個奧運 他是不是要用很多的會場 館廠 所以他的不動產的股票 什麼都會起來啊 對那就是這個 你看到2012年在倫敦的奧運裡面 他們做了大規模的城市的改造 他們挑選的地點是原來一個 倫敦的一個等於是一個比較 低所得或者是一個偏遠的地方 那東京勢必也會做同樣的事 他一定是改造一個舊的 一個比較衰敗的一個地區 他把整個大翻新 然後他會重新建選手村 然後做這些公共設施 所以那你看得到就是日本接下來 他的投資一定會增加 所以這個投資的動能下去以後 現在就已經有喊了 日本政府認為說 可以有30兆日幣的這個經濟的這個投資會下去 可是一般民間估計是150兆 更多 更多 150兆 150兆是多少美金 他們現在是 如果是1比100的話 150兆 那就1.5億美金 1.5兆美金 對 哇 1.5兆美金耶 不得了 當然這個是7年的一個過程 那他們已經預估大概每一年會增加 大概0.3到0.7不等 這個GDP的成長 經濟成長率 就會不斷的往上墊高 那所以你看得到就是說 日本我們過去 大家對他期待日本股市 可能只是一個短期的 是 因為金融市場的一個利率資金 原來你只期待它是一個資金行情 現在它已經開始慢慢要走出基本面的行情 非常具體 對 這個越來越具體 那所以我建議大家就是說 你現在開始 你無論是定期定額也好 那你開始我覺得你應該要買一些日本的這個股票 OK 佔你的投資的比例 你要放一些 這樣我就聽懂了 所以要回去調整 哎呀 我從今年到現在為止 一路過關斬將 都是陳萌寧 陳萌寧的提息 你跟安倍一樣喔 好不好 那我要先進入廣告 廣告呢 因為這一次 為什麼日本可以這麼厲害 深奧成功 深奧是大家在競爭的 那 他用什麼方法 去感動別人 剛剛 朱基東就已經開宗明義講了 他們做事的方法 遊說 這些方法呢 是怎麼樣去 讓他們能夠去搶到這一隻金母雞 然後又要下金蛋 我們進廣告 廣告之後呢 聽朱基東來跟我們分析 好啦 九百新聞台 我是劉俊耀 瘦耀耀 最後一段一點時間 來聊一聊這些深奧的這個story 他們怎麼樣去 聽說 他們一開始就感動了非常多的人 對 因為他們這一次的 無論他們對內尋求大家支持 或者是對外去遊說 兩個主將都是女生 現在女生出頭了 你看我們當女生 不是 不是 你看花仔講回來 日本是一個非常傳統 男性為主題的 法男人的 沒錯 結果 他們推出去的主將 都是女生 這一點 你就不得不佩服 而且 而且他們 這個對外遊說的 這個主將呢 他的這個爸爸是法國人 媽媽是日本人 所以他是一個 法日混血兒 所以他可以講流利的法文 好 那用這樣的 你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 因為他不再是一個穿著和服的女生 他是一個穿著套裝 而且長相就是非常西方的女子 來告訴你說 日本人是安全 日本的國家是安全的 日本人民是友善的 日本是有運動精神的 這個我覺得很有說服力啊 因為這個代表是日本過去是強調傳統固有的文化 現在他們強調的是他們可以跟全世界融在一起 國際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不一樣 那我覺得我們自己 如果我們今天台灣也去對外去行錯我們自己的時候 你會找誰 你會找誰來做代表 你有這樣的人嗎 你有沒有 你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混血兒 來告訴大家 台灣已經國際化了 會 我會努力的 我會努力 你會生孩子 我會努力 去幫台灣生一個混血兒出來 這是題外話 來 那 還有呢 另外一個主張是什麼 這一個我覺得是說男 男人 就是男女的這個反差 跟這個強調 這個國內 一個 一個是 日本是非常非常 強調內化的 他們認為大河就是最大 對不對 大東亞共榮圈 是 日本的太陽是永遠不會墜落的 過去他們是這樣認為 到他今天 用一個混血兒出來跟你來談這件事情 這個我覺得是完全不一樣 已經變很大 好再來一個 日本是非常強調這個長幼有序的 是 所以他們過去首相最大 是 這一次他們在這個阿根廷的時候 對 版面最多的已經不是首相 首相已經退了 他們這次推出了一個 一個 一個殘障肢體 肢體殘障的一個運動選手 叫佐藤真海 所以他們上台代表日本去發表演說 第一個是他 他上台去講 是喔 他講完了以後 才是東京的這個市長 OK 上去講說 日本是一個team 代表一個團結 最後才是安倍 OK 所以前面打頭陣的是一個 肢體殘障 對 用這種 這種殘障牌 如果你說美國人這樣做 我覺得大家覺得OK 可是日本可以這樣做 這個對日本的 形象 也好 你會讓人家眼睛一亮 覺得 這個跟我傳統認識的日本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 而且這套邏輯 這樣的安排是什麼 是一個專業的公關公司給他們的建議 操作的 就是外國的團隊跟他們建議說 對 你要這樣倒過來 你才能夠感動所有的委員 對對對 結果他們做到了 所以你不能再用你過去做事的方法去面對 他已經驕傲 自大 你不能講說 哇日本我們就是這樣 你蹦 就是要這樣幹 對不對 那你到國際的遊戲規則 你要看看現在的人 他們怎麼想 嗯 這個國家以外的人 到底怎麼看這個事情 嗯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重要 不要每天都 關起門來做決策 是 那我覺得日本人這一次 他的做事的方法 也是非常值得大家 就是 值得我們台灣人來做借鏡 雖然我們距離日本很遠 而且我們現在正在走進 哪有 我們現在走進政治風暴 人家已經走出去 而且走進奧運了 我希望這些故事 給大家一些啟示 好不好 謝謝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